大家好我是蔡凱凱 我是蔡森森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按讚訂閱喔 還有IG要follow起來 今天來到了2022的西濱快速道路 今天就是要帶各位來去追逐風 追逐太陽 往西濱陸續續 大概至少分享了超過20個以上的景點 這一次要帶各位從巴黎一直到台南 看看這沿線的路線 還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第一個不一樣的就是這裡 那今年很特別的就是說 巴黎呢它最近呢 它剛通車了一小段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61號最終呢 它要連接到淡水 經過淡海大橋 到達了這個淡水的沙潤 喔 是喔 那目前淡海大橋 完成度到百分之二十幾 預計2025年的6月27完成 它目前的工程進度超前的一點 快轉 它目前61號通車的部分呢 是直接 從我們現在這個地方通到13號 多通了一段 嗯 你講完我都冷死了 我再也不用拍2023年的 好的那就跟著我們的腳步出發了 Go 好的現在這一條 大家如果看過我們的影片就很熟悉了 這一條我們已經走了30了 但是這一次2022不同的就是 它已經變成61號快速道路的一個交流道 因為更前面已經有延伸完成的路段 前面林口呢 就是跟各位介紹過的林口大峽谷 漂亮的 你看要風景漂亮的 它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本來是稻採砂石的地方 最後就演變成 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很特別的峽谷景觀 右邊就是 草踏 沙丘 草踏沙丘 這裡的 沙丘它綿延了 十幾二十公里 都是這種沙丘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地形 那它的沙丘有些時候 堆起來的高度 甚至可以到達20公尺 就是六層樓這麼高 我們現在要下去新屋交流道 這裡也是 區間測速的這個終點站 如果你到這個時候才發現有區間測速的終點站的時候 基本上 你就回一回去等著收信了 永坦基礎 一下交流道馬上就可以看到 永安漁港 這裡也算是桃園地區除了主委漁港以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景點 現在在永安漁港的海螺體驗文化園區 非常的有文化 尤其是在風的這個方面 有營業嗎現在 你問得很好 現在目前就是 管區已經大致完成了 但裡面還沒有開始使用 它就是運用海螺的造型 有沒有 是海螺不是垂高雷 看不出來是海螺但蠻漂亮的 這裡就是有一二樓的穿梭 未來就是可以在這邊 觀景 然後或者是一些飲食 或者是有一些市集 它就在永安關海橋的正門口 那可以讓你走到對面的這個漁市場進行的吃 這裡總共斥資了4.5億 哇 目前建築物是可以拍 但裡面是 還沒有開啟使用 你看我有點小跑步 不是因為我 走人急 是因為有風 你是說性格無風 台語又叫做無效就對了 真的有效 真的有風啦 忘記跟各位介紹本次跟我們一起來的 還有蔡媽媽跟蔡大哥 但是現在本身是蔡大哥在補充他的 睡眠的時候 在通電 對 還沒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媽媽已經先累死 在車上一輪 孩子該做的事都做過了 吃飯喝奶 吃水果 吃餅乾 便便 對啊然後我們今天要去的今天五個已經砍掉兩個了 這裡就是迎著風迎著太陽 在人生的大道上 七八月來在旁邊應該會曬傷 好冷 你看真的很漂亮 好像鐵達泥耶 就是一個鐵達泥的地方啊 好美喔 千萬不要帶女朋友來這邊線通 會起毛病 哇你看旁邊很漂亮 你看旁邊有發現喔 這邊就是 這個永安漁港呢 它是很特別喔 它是全台 唯一 很著名的一個客家漁港 這裡喔 對 客家人喔 分佈在台灣 很多的地方 山上的客家人叫做 兩個字 三客 對 在海邊的客家人就是在這裡 我們就知道叫做 海客 沒錯 海客的文化就是 食戶 他們捕魚的方式 所以在這個觀音的這個地方 這個食戶也是非常的特別 有一個地方叫 荷歡食戶 除了這個食戶以外呢 另外一個叫做 千古 也是非常的有名 就是他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捕魚方式 你看旁邊 哇 救命啊 有個主力 這個地方呢 它還有一個 造成轟動跟爭議的事情 什麼事 就是人家有說 這裡的設計呢 抄襲 抄襲哪裡 因為有一個英國的大學生 他有一天在他的IG上面 PO了一張圖 之後呢 怎麼跟我們 這個政府委託給後面的海螺文化館的設計圖 不約而同 都好像 你看 幾乎 90%的相似 上面這個天空很像 而且連這個彎下來的地方也很像 全部都一樣啊 你看這個下面 樓梯這裡 還有這裡 怎麼會這樣 欸設計圖多少錢 930萬 哇 這麼快 他說沒有啊 我們是自己發想的啊 然後他們就給他們一些他們原本的原創的概念 說利用客家人啊這種海螺文化的方式 他有把那個設計圖跟他當初設計的東西 一一呈現 只是說這一種另類的宣傳方式也算是蠻酷的 成功 說不定大學生就是他自己偽裝的 好 讓我們隆重介紹新生代的市場網紅 蔡媽媽 蔡媽媽不喜歡來這種地方 是因為這種地方沒有人群 就不會有人認出他來 不然呢 很技術 對啊 很漂亮 空空的地方用了 有夠讚 現在我們又上到 61號快速道路西濱 繼續往南 這個西濱呢 表定全長308公里 各位知道說他在從新竹以南 這個鳳鼻到香山段 目前還是走台15線跟台15線共線 整個西濱的沿路上呢 也有一些二十幾個的紅綠燈 那這個在一條快速道路上面來說 這個都是需要 做調整的 那從新峰新屋這一段呢 他就是大家註明知道的 綠色隧道 跟整個濱海海岸線 可以讓你騎腳踏車 騎到永無止境 後悔沒有騎電動腳踏車的一段路途 非常的漂亮 現在下來 來新峰交流道 好的各位 在我們身後一根一根的那個不是電線桿插歪掉 那個東西叫做水鼻仔 你要用一點想像力 我們現在來到了就是大名鼎鼎的 新峰紅樹林 為什麼大名鼎鼎呢 因為他被網友戲稱你永遠來 他永遠都在整修的一個地方 我們之前來就是他在整修 所以我們就前面走了一小段 所謂的龍貓隧道的 那個地方 但那個是蠻小段 那這一段呢 就是很大段 你可以在裡面 盡情的在那邊 繞啊繞 繞到你叫不叫 繞到你天旋地轉 繞到你吃普拿藤 繞到你繞的海 繞的海 水鼻仔 欸地上的是什麼 哎呦 怎麼會像玉米的殼 對啊 老闆我要那個 不要太硬 前面這一個漂漂的 有如隧道一般的 就是整修後的紅樹林 以前呢 因為年久失修 這裡又有潮汐海風 咻咻咻 所以他很容易木棧道就壞掉 可是他現在怎麼覺得 離你很近 對啊 旁邊是不是玉米的殼啊 對啊 而且有密集恐懼症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怕怕啊 我覺得有點怕怕 我也是有點怕怕 好 wrong 我哪有看到在施工的 嗨喔 哎唷對啦 沒有被網友說錯啦 就是有在施工啦 為什麼這叫红樹林呢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看到的 大部分在這樣子的地裡面呢 就是紅茄東跟水鼻仔 那紅茄東跟樹皮顏色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 地裡小教室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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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来水鼻仔 它好像圣诞吊室喔 是属于胎森苗的植物 因为这个地上很咸又有潮汐的关系 一般来说掉在这个地上下去存活的几率很小 就跟现在新鲜冷净做到社会一样 所以它必须在树上的时候就有胎森苗 就已經發芽了 胎生苗 長大長大一定程度的時候 再給它放飛自我 掉在裡面的這個土裡面 那長大的機會就多了很多 這就是像是你出社會的時候呢 直接出社會暫時沙場 如果你是富二代 出社會別人暫時沙場 為什麼 因為你有基本的一個保護 看到了他們在換年久事修的 椅子換一半了吧 OK啦 但是現在已經打開了蠻多的地方了 那種路板啊 對啊然後這裡呢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 喔前面沒有路了耶 各位有換新好不好 你不要記得這鼓鼓喔 因為這是鼓鼓鼓鼓鼓鼓 所以這個鼓鼓鼓鼓鼓鼓鼓 這就是有換新 你看我的解說是不是很精闢 這個紅毛港紅樹林 根據它上面的標示在解說說 這裡是全台唯一水鼻仔跟海茄東 交互生長的一個地方 我以為有文字在你臉上 哈哈哈哈 這裡也是海茄東分布最北的一個地方 嗯 極北處 如果你還有在這種地區看到海茄東 那就代表那一個告示牌寫錯 是這樣喔 不要再來罵我 是他寫的 這裡為什麼要修呢 因為它有很多的木棧道 還有一二樓的這個涼亭 然後就有人不知道是在那邊 給它烤肉還是抽煙呢 弄一弄 結果它就整個燒了 真的假的 涼亭燒了 在這裡烤肉 對啊 在這裡烤肉玩家燒了 反正大家在這邊就是愛惜公物啦 所以這個景點就是這樣 順遊景點 那或者是你騎那個新屋的綠色隧道 騎腳踏車 騎到最後面的時候也會來到這裡站 那鑽剛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你查一查網路的 等它全面開的時候再來 鑽剛來可以Pass啦 對 前面就是鳳鼻隧道 你看它設計的造型呢 就像是用摺紙的紙飛機 那我們上次也有跟各位介紹過呢 鳳鼻隧道的上面就是國軍在 這個打靶的練習場 所以它算是一個 安全的避車道 讓我們走在下面的時候比較安全 我不想知道 外面會走 我會不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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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這個土港大橋之後 就要準備向右轉了 即將就要進入 可以讓我們保持一頓的 南寮漁港 也就是所謂的新竹漁港 現在來到了南寮漁港 在我們後面就是 大哥你終於出現了 你們說嗨 你們說嗨 你害羞還是嗨 有練有練 嗨我是蔡大哥 我們現在在南寮漁港 就是未來的甲崩 漁市場我們二話不說 二樓市區 好 這個是挑戰極限嗎 挑戰你的極限 生好一顆那麼大顆是多少錢 四百五 螃蟹可以大一點的 現在有蝦子嗎 蝦子有 有有有 你知道嗎 這螃蟹 螃蟹 五 這個就是生蠔的大型 超大 你如果不怪我就用這個打你的臉 怎麼這麼兇 生蠔大到它又剪成四段 而且這個東西跟你講吃生的 沒有什麼別的選擇 不要再舉挑了好嗎 這麼新鮮的食材 這個也是沾這個嗎 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一顆要四百五 因為超大顆的 都是合理的 對 新鮮吃的出來 因為它那個肉的紮實度跟Q度 好吃耶 再來五個 我再來五個 交給大蔡媽媽 接下來接大顆 奧運的盛果已經頂大了 它今天帶益生菌已經不是算一包兩包了 是整個仔細的 剛剛已經先吃五包了 對 喔喔喔喔 來了喔 沒有喔 這要吃喔 要咬著這吃喔 吃到比較不會 要咬著益生菌吃下去 比較不會這樣為典 沒所謂 這是本來要自己問這個 不過我先說 太新鮮了 沒菜 讚 我們這次叫了三點蟹 不要再說我們吃很多了好嗎 我們今天可是有搭配菜媽媽一口的益生菌 沒有沾的時候是甜的 喔唷 欸 不要沾啦 喔啦 三點蟹 這個做蠻多的 做蠻多的 喔唷 來我們為大哥吃一口螃蟹 哇 好吃嗎 好吃嗎 不贏 唉唷 我沒有想要吃吃看生魚片嗎 對吃看生魚片 我們在 就是你們的喔 昨天第一個 謝謝 謝謝 如果小朋友吃的話我會吃一口螃蟹 拜拜 拜拜 跟你就是拜拜 你說拜拜 拜拜 我幫你拿 你才能揮手 你說拜拜 拜拜 說謝謝 謝謝 唉唷親一個 你手剛才摸地板耶 哈哈哈 你手剛才摸地板耶 好啦拿去拿去 好啦拜拜的 拿著拿著 拿好啊 走 走 拜拜 拜拜 前面這個呢 就是最近剛 啟動不久的 波光市集 我不曉得你們記不記得以前我們騎腳踏車來這邊的時候 騎到他旁邊啊 就有一群全部都在賣攤販的 記得記得記得 有沒有好多攤販很好吃的啊 後來呢 他們把攤販全部用整齊之後就收在波光市集裡面 那這個叫波光是因為他的屋頂呢 是用波浪的方式 而且他在這個白天陽光 陽光照射的時候 他的屋頂產生出黃金色的 他們叫黃金的沙灘 黃金的波浪 然後現在看到的這個黃黃的這個東西呢 是用塊木 集成板 把它集合在一起呢 15公分後 然後就成為像牆板 總共花費了2.7億 但是他是分成兩期 這是第一期 我們剛剛去吃東西的那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要移到現在正在裝修的地方 他也是要蓋的跟這個波光市集的屋頂一樣 不過更大 而且有一二樓 就是把這個漁業的產銷中心呢 直接移到這個裡面 然後就變成那裡一區 這裡一區 假日的時候 五六日是全開的 政府規劃這個蠻好 是整個看起來又比較時尚感之外 看起來比較乾淨 而且比較集中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廣大的廁所 這個做的蠻好 就是如果你要吃坐下來的餐廳 他也有 你要吃這種走在路邊的 好小吃的 稍微淡散一下的 這也不用吃益生菌的 這個就可以吃 18元 你不要用水器看看 他說這是用那個 15公分 集合在一起 集成版 其實上好像很強 好像剃包 剛剛的那間蝦餃貨 我覺得他的螃蟹生蠔還OK 其他的東西見仁見智 但是我是覺得一般般 可以選自己喜歡的 對對對 大家自由 我們現在在夕陽西夏之前 來到了台中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 除了你白天來聖洪以外 你也可以來夕陽的時候 看著夕陽聖洪 別有一番風味 高美濕地 有高美濕地有個服務中心 他在前面的停車場 那高美濕地的站道 跟服務中心的停車場 是有點距離的 高美濕地 我們又來了 高美濕地 木站道其實是有限制時間 你就要找你可以的時間 來 好如果你要來木站道 你就不要停在遊客中心 那個停車場 你就停在這個前面 他有好幾個 但一次50塊 又有你最喜愛的廁所 所以這錢是可以花的 剛剛他跟我們講說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種的 太陽了 沒錯 沒有露出一線曙光的 跟我們的頻道一樣 好不容易露出 永遠很開心 看到陽光永遠很開心 謝謝 你在比誰 去看螃蟹 我們去看螃蟹先生 我們去看螃蟹 螃蟹先生都橫著走跟你一樣 我媽來過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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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沒有來 唯一不變的就是 人潮 人潮很多 還有風很大 對 今天天氣很好 又很漂亮 對 很美這很難得的 所以說就是運氣運氣 感謝在美族 真的還有機會看到夕陽 對啊 高梅濕地呢 它以前大家都知道是海水浴場 但是因為台中港蓋完之後呢 有一個凸蹄效應 所以這邊就泥沙淤積 那就變成了濕地 那來這邊大家來看的一個 就是旁邊綠綠的這個東西 之前有介紹過呢 叫做雲林頑草 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一個植物 因為一般的植物 沒有辦法在這麼簡性的地方生存 那雲林頑草是可以的 所以這也是雲林頑草 在全台灣西部的一個大中 就在這個高梅濕地 這個頑草這一次來好像長得比較茂密 比較可愛一點 傳說呢在早期呢 這裡是有一條溪 那他們要來到這個溪的時候 他們會坐船 那用那個滴溝 滴溝你知道嗎 竹子 竹子在那邊划船 然後撐進來這個溪裡面 用的那個竹子 被水完全淹沒 這個滴溝這樣起來 這個水這樣淹到慢慢慢慢 密密密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高密 高密他們就把它雅化 把它取名漂亮一點的名字 就叫高梅 我認得出來 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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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這邊讓我們青霞 一年後的高梅 你覺得如何 比我之前來的時候漂亮 因為天氣好 現在剛好又是太陽下山的時間 所以那個顏色很美 有一點霧萌萌的感覺 有一點陽光 有一點陽光 我覺得這裡非常漂亮 尤其這個時候 要去頭路山 頭來剛好 頭骨也不太重 但是吹到頭骨也很漂亮 而且你的頭骨有時候 替篩有人替篩 還有另外一種造型 沒辦法啦 替篩造型 咚咚咚咚咚咚 你也可以像我們一樣 走在這一個河堤上面 不一定要走到木棧道 那風就不會那麼的強 但你依然可以看到 這個夕陽呢 交織在這個風機當中 現在呢 我們就要從高美師弟離開了 繼續前往我們這次 終祭站的目的地 鹿港 這是我們今天住的 晨月商旅 選擇這一間的原因是因為 有電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關鍵的地方 有電梯 到了 趕快去長城 一覽無遺耶 不用讓你在那邊走動喔 一進來就到了喔 這一間就是在老街附近 地點好是最重要的 走出來才發現 我們竟然是住在 這一個Starbucks 很像飛碟屋的正後面 你覺得好不好吃 你要請我吃喔 謝謝 我已經吃飽了 哇 你都吃白飯 你好省錢喔 邀請你出來 一起吃東西最划算了 因為你都吃白飯 然後跟我們一起廚 然後跟我們一起廚 今天的行程你覺得還好嗎 本來是五個 因為你的關係變成三個 好的我們就要開始 繼續享用了 讚 鹿港吃完晚餐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房間 準備要去祝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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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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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們入港見 啊 很激動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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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